有一次是五星级的行政总厨来联络我 叫我去他的酒店传授厨医 他真的以为我制作的是可以吃的 他没有看到我的手在旁边 我的手放在我的食物旁边 你不就知道那么小 那里可能是煮出来的对 所以成功了 你要的最高境界到了 就是要人家怀疑你的食物是真是假 我和美食也是有缘的 因为我之前做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我就参与很多搜索美食的那些美食指南 我到处去吃 到处去寻找美食 所以美食那方面以前我已经接触不少了 其实也是机缘巧合吧 一切都是从新加坡开始 在那边我每天上班 每天去等巴士的时候呢 就会拿一份报纸免费的 天天都拿 就是当天就是拿了那一份报纸咯 如果当天没有拿到那份报章 我整个人生也是改变的 我一翻开就有介绍 介绍的全部都是道地美食的年徒制作 鸡饭啊鱼圆面啊 我就马上去报名了 跟这位老师上了几个月的课 大概三个月左右 我学的过程哦 原来更真实的食物是准备过程的制作过程是几乎一样 就是说好像如果你要制作那个鸡饭 你先要切或者准备食材嘛 然后你就包 包之前你要放土那些辣椒酱 然后到最后包了再切 这个过程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哦 黏土也适合真的食物的烹饪过程是一模一样的 我通常都是用酥脂、碾土、瑞辛、Clay 它比较真实 还有一些有的没的 你想都没想到的材料 例如可能我有用一些爽生粉呢 有用些 baking pot baking soda 也有用砂、珠子、那些小小滴粒粒那些 什么都用 不过颜色的掌握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之前刚刚开始以为褐色就对 其实褐色也分很多种 要累积很多经验来看那个食物的褐色 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偏红还是偏黄这样子 所以也是要讲究颜色很重要 量器很重要 通常很好吃的都是油油腻腻的 所以当你制作过程 它当然不好吃 因为还没到最后上量器那一个部分 到上了量器一切都美味了 外国很多大师级的修正师 他们都是制作自己本土美食 我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应不应该要制作自己的美食 但是当我绘了这一门艺术 我一定会推广我们自己的美食去世界各地 食物是其中一个游客的深刻印象是吗 当然是人文我觉得 如果食物也放一些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有一些 怎么说的人情味是吗 就最好 我没有草稿的 我是我要加一道墙就加一道墙 这样子 我祖父家就是这样的 我每过年过节都是回祖父家过年的 以前虽然在吉隆国初始 所以印象中的感冒就是这样 那些基本的我就放进去 这个门是这样开的 那个铁杂是这样的 那些我就跟一模一样 其余的我就执行 自己喜欢放什么就放什么 这样 印象深刻应该是两年前的 那个香港汤房了 那个是唯一一个作品 是与食物无关的 是顾客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汤房这样子 因为他是香港移民 香港汤房很小的嘛 可能一百尺就住了整家人这样子 所以那个最印象深刻就是 如何将厨房和厕所融为一体 这个当然有一个厨房也是有关于吃的 所以我有机会做到一点点食物 可是整体来说整间屋子就是第一次尝试了 而且我还要寄去加拿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怎么寄 最后我寄去加拿大呢 可能损坏了8%这样子了 已经算不错了 我叫顾客去自己稍微粘回去 只是有一点点锻炼这样子 我就是两岁开始学绘画咯 我就是走艺术这条路的咯 到了50也应该继续走下去咯 我就是一个art person 就是我不会突然过了50 我走去学别的 可能只是刚开始 50可能只好像我们的羊子穷对吗 你几时才知道你的巅峰对吗 所以50都还不眼泪 还是可以继续走 不过我一向都想回流马来西亚的 就算我没有碰到这本艺术 我也是有早一天想要回来的 不过这一门艺术呢 我是觉得我回来的发展空间会比较大 会天时地利人和啊 这边有很多可以帮助到我 有家人在这边支持我 我在我自己的房 家很多材料啊 我摆很多也没关系 在新加坡不行啊 你住个房间那么小哦 你摆那么多东西 因为好像很现实对吗 无论如何我觉得马来西亚发展会比较 得心应手啦 我是觉得 可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新加坡的 我偶尔也是会到回去收客这样子 因为以前工作真的很压抑 很有忧郁啦 又很烦躁很暴躁 那个脾气方面真的 我自己都被自己吓到 所以呢 这门艺术就因为自己做嘛 所以完全没有了这个这个忧虑啊 压抑这样很疗愈咯 总之我每天好像在我的兴趣 安这样子的心态去做工 好像我自己也是一个学生在学年头这样 不知道哪里来咯 我的动力就是很期待每天工作 很期待每天去制作食物 就是不会说哎呀又要做哎呀它呢还有那么多 没有了没有这个意思 不懂为什么